最近在玉里镇大雨段经常发生工程砂石污染道路 造成环境脏乱也危害行人安全 民众反映这条道路因为施工把路灯拆除之后 没有明显的照明也经常会发生意外 玉里镇公所表示说接到很多民众抱怨了 因此4月24号上午除了加强机查其开发之外 也呼吁厂商不要贪图方便造成环境污染 苏花改工务段段长对于民众及公所诉求 也预计一个星期内要改善环境作为 不会再违背承诺 近日在玉里镇大雨段常常发生工程砂石污染道路 造成环境脏乱并且危害行人安全 以及民众反映 这条道路因施工将路灯拆除后 并没有明显的照明常有意外发生 玉镇公所表示已经接到多位的民众抱怨 于是4月24号上午除了加强机查以及开发之外 也呼吁厂商物贪图方便而造成环境污染 公所现在已经接受到很多民众的一些投诉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这一点我们公所现在已经对他们安全维护 以及工地卫生安全的这一个部分做出开单跟开发 那当然公所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行政单位 是不是这一些华单未来是有效的 那不管我们开了以后会把这一些再转成到县政府去 那当然目的也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施工单位即刻的即刻的 能够对于工地安全跟工地卫生的这个部分能够强力的来加强 苏华改工程处第五公务段长陈吉顺表示抱歉 也说明一天都会出动四次的水车洒水防尘 经过讨论应该会再增加洒水的次数 至于照明部分也会再做调整 我们跟施工单位讨论以后 我们一周内一周内会把相关的这些缺失去做一个改善 在施工阶段 因我们的改造作业 那造成民众通行不变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再次提醒各位用路人 请经我们施工区域那请依据我们的指引 那减速安全的通过我们的施工区域 另外民众反映夜间道路照明以及警示 引导标示机汽车征道的问题 陈吉顺预计一周内改善环境作为 绝不会违背承诺也向民众再度致限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